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豆豆蛙睡觉啊 只见樱桃猪醒醒鼻子说 我有一点不想睡觉 而霹雳鼠大叫的说 我有很多不想睡觉 而豆豆蛙呢 不只不想睡觉 他还一直跳跳跳跳来跳去的 不要再跳了 睡觉时间到了 我不要睡觉 睡觉太慢了 我是不睡觉世界冠军 只见霹雳鼠 豆豆蛙 樱桃猪 每一个都在抗议着不想睡觉 幸好 戴拉很会想办法让他们睡觉哦 首先 戴拉把他们放在戴拉的枕头上 这时候 樱桃猪问 你可以把枕头 幻想成别的东西吗 可以哦 枕头就像是一艘船 你们上船吧 真的耶 枕头船 摇啊摇 枕头船 晃啊晃 枕头船 摇摇晃晃 越过了大海了 大海里 船底下 用水母 鲨鱼 海马 围着你团团转 快躲进船枪里 不怕风 也不怕雨 你会温暖无比 像睡在骨仓里的猫咪 暖暖你的脚 暖暖你的膝盖 听大海为你唱一首 摇篮曲 安安静静的 戴拉偷偷地看了一下 樱桃猪睡着了 但是 豆豆蛙却开口问 水母是水的妈妈吗 霹雳鼠则大叫 不睡觉世界冠军 其实是我 戴拉叹了一口气 唉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让你们两个睡觉呢 送我们礼物玩具 鞭炮 还有腊肠披萨呀 现在不是说 这些东西的时候了 现在你们应该要 把眼睛闭起来了 可是豆豆蛙却 很有精神的大叫 我的眼睛闭起来了啊 可是我的脚 还很有精神啊 于是啊 戴拉把他们放进了 他的鞋盒里头 这时候霹雳鼠问 你可以把盒子 换上成别的东西吗 可以哦 它是一艘火车 真的 不管天气多么冷 雨下得多么大 温暖 干爽的午夜火车 准时出发 银闪闪的车轮 在铁轨上 轰隆轰隆地转 奔驰在山谷间 去了又来 去了又来 蒸汽冒出来了 火车在你进入梦乡 梦里啊 有好长好长的旅途 和好多好多的恐龙蛋 梦里还有好多好多 跑得好快的白马 在好高好高的天上哦 现在谁是不是 不睡觉的世界冠军呢 霹雳鼠抬起头来说 哇哇哇 我是不睡觉世界冠军 的相反 说完 霹雳鼠闭上了眼睛 睡着了 只剩下兜兜蛙了 它睡着了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它又在那边 跳来跳去了 它还问戴拉说 还有几年 才是我的生日啊 戴拉小声地说 天哪 我不敢相信 你还醒着 我相信啊 因为我就是 不睡觉世界冠军呢 于是啊 戴拉把青蛙 放进装玩具的篮子里头 这时候 豆豆娃问了 你可以把篮子 幻想成别的东西吗 可以哦 它是一个气球 真的 星际号气球 飞得又远又高 把所有的烦恼 通通都忘掉了 像安静的雪花 它在空中飘 在空中飘浮着 往上飘 往上飘 越来越高哦 高过了云端 赶快喊停 假如你要跳跳跳 咦 是什么 一闪一闪地 环绕在你的身旁 是天空的项链耶 亮晶晶的 戴拉偷偷地看了一下 豆豆娃躺着 她的头 枕在手臂上 没有在呱呱叫 没有跳跳跳了 这时候 泰拉说 太好了 他们全部都睡着了 戴拉抱着他们 一个接着一个 上床睡觉 所以 不睡觉 世界冠军 应该是 戴拉 也可能不是哦 今天的故事时间 就到这边 睡觉的时间也到咯 小朋友们 赶快去睡觉吧 还是 你也想要当 今天的 不睡觉世界冠军呢 哈喽 小朋友们 如果喜欢听 温妮妈妈说的故事 不想错过更多 精彩内容的话 记得要请 爸爸妈妈帮忙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